第五十一章事情暴露了 幻听,这一定是幻听 张可默默告诉自己,她听见的都是幻听 然后继续颤抖着手毁石灭迹 许阳都看猛了,你肯的还操作 哎,我跟你说话,你装听不见 张可微微摇头,叹一声 看来最近是真没睡好,我这幻听越来越严重了 许阳都服了,她伸手一把就把张可的手机抢来了 张可一看自己已经空空如也的双手 她也不由惊叹道 哎呀,原来我不只有幻听,我居然还有幻觉液 哎呀,太困了,我得去休息了 张可站起来就想走 回来 许阳阴沉着连喊了一句 张可立刻低下头,弯下腰,双手垂在身前 小心翼翼地转过身,头都不敢抬 做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 许阳美好气道 我是说呢,这段时间这些患者怎么奇奇怪怪的 合着都是你搞的鬼啊 张可头垂得更低了,腰也弯得更低了 许阳盯着张可,愤怒道 原来你整宿整宿不睡觉,就是为了帮我找对象是吧 这么多,你帮我选飞啊 张可都快趴到地上去了,他卑微弱小又无助地说道 皇上恕罪 许阳当时无语,差点没被他气乐了 张可又弱弱道 你要骂就使劲骂吧,反正现在也没人,但是人来了,你就别骂我了 我高低也是个老板,要面子的 许阳无语地摇了摇头,他问 不是,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张可苦着脸,也不敢抬头,弱弱地说道 不是没法子了吗,家里真没钱了,我爸还要看病 明星堂又要关张了 我只能想到这种最省钱最有效的宣传办法了 许阳抿着嘴,重重地呼出了一口气,又沉声问 这种事情干了多久 张可小声回道 就那天给你拍照开始,就这三五天 许阳紧皱着眉头,不满道 你说你宣传就好好宣传,给我招这么多桃花干嘛 张可弱弱道 我也不想的,关键我一说让他们治病 他们就以为我是骗子,还想举报 那我只能稍微委婉一点 我从来没说要跟他们谈恋爱了 我只是说你单身,在明星堂坐枕 让他们来治治痛经 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这么帅 我就随便撩了两句 不对,是哄了人家两句 你知道的,女孩子都是要哄的吗 但是我也没想到,这哄着哄着 人家就觉得已经对上眼了 所以就过来看看病,也看看你 至于那些更上头的就觉得已经是对象了 许阳无语地摇摇头 你到底给我招了多少桃花 张可委屈巴巴道 就这一个 许阳根本不信 怎么可能 张可抬起头委屈道 真的,之前是有很多 但是网络上的爱情,来得快走得更快 今天还亲爱的亲爱的叫着 第二天他找都不找我了 估计又喊别人去了 所以真没人 而且人家只要来过了 我也就不哄着他们了 毕竟钱都花了对不对 许阳又无语又嫌弃地摇摇头 张可又道 所以那么多人,就这一个小姑娘当了真 关键我也没说要当他男朋友 我还纳闷呢 怎么他家里都觉得你是他男朋友了 而且 他上次看完病了 我都没跟他聊天了 我以为他会把你忘了的 但是 谁知道还有这么一处啊 许阳抚了抚额头 他都头疼 你不知道 你还委屈上了 还不都是你搞的鬼啊 张可小心地走到许阳身边 拉了拉的衣袖 讨好的说道 不要生气了 我错了 许阳皱眉看着他 这泼辣的女人还有这一面 张可小心地看了看许阳的表情 然后又赶紧扭头看了看外面 见没人关注他们 他这才放心一点 许阳叹了一声 有些心累 现在还有多少在聊的 张可道 真没了 自从跟陈下在微博上营销了一次 现在来访的患者多很多了 而且你的口碑传出去了 我根本没必要再在那上面耍小花招了 我都好几天没登上了 早没人跟我聊了 就那小章鱼 我 我真不知道这姑娘这么上头 真就他一个啊 许阳把手机往张可手里一塞 没好气说道 你弄出来的破事 你自己把这件事情给我解决好 哦 张可委屈巴巴的答应 许阳一屁股坐了下来 摇了摇头 他现在突然想起来系统前几天抽风 莫名其妙一直在给他送加速包 当时自己还以为是出bug了 现在看来 就是张可在那里坐腰 许阳也真的服气 原先还担心别人帮自己运营和宣传 会不会违反系统的规定 导致宣传成绩不被系统认可 现在一看 特么的连背着自己宣传都可以 真特么离谱 系统真是不放过任何宣传的机会 作为一个正经系统 你有没有点节操了 许阳都无奈了 张可小心地看了看许阳的脸 试探地问道 你还生气吗 嗯 许阳应了一声 拿了一本一书翻了起来 也不看张可 你不要走好不好 嗯 许阳恶然抬头 却见张可快速低下了头 在对方低头的那一瞬 许阳似乎看见了张可眼中萌的一层雾气 哎 许阳叹了一口气 明星堂内忧外患 张三千又病倒了 失去了行动能力 这么多压力 全在这一个还没毕业的小姑娘身上 她为了照顾她老爸和明星堂 都休学了 许阳心里又软了几分 之前自己在那么灰暗无助的时候 被整个世界所抛弃的时候 不也是她收留的自己吗 被开除之后 不管自己去哪里找工作 人家都要反复问自己不愿意回忆的过往 不愿意揭开的伤疤 只有张可什么都不问 就要了自己 甚至连毕业证都没看 明星堂那么困难的时候 当时的自己一点忙都帮不上 她也没想着赶自己走 而是一个人扛下了所有 包括当时的自己 其实也是她沉重的负担 哎 许阳又叹了一声 以后不许再胡闹了 哦 张可小声答应 许阳道 你惹出来的事情 自己去处理好 去解释清楚了 别伤害了别人 知道了 张可语气低沉 那你不要生气了 许阳有些无奈地看了看张可 你倒还真是宣传鬼才 张可怎么这么气和系统想要的点 连搞这种迫事 都能被系统认可 许阳都有点怀疑了 这系统是不是张可不要了 才给自己的 怎么感觉人家才是主人啊 许阳又想到了第三次跟诗的缓冲十年时间 她对张可说道 要我不生气也很简单 第一 把这事情妥善地处理好 第二 好好帮我宣传中医知识 全网粉丝 超过十万 我就不气了 张可低着头 两根手指对在一起戳啊戳啊 她弱弱地问 买的粉丝算不算啊 第五十二章上门出诊 许阳坐在了座位上看书 张可坐在了柜台里发愁 这玩意儿怎么解释呢 怎么解释又合理又不会伤害到人呢 关键是还要帮许阳凝聚全网十万多粉丝 张可大神也头疼啊 短短时间可没那么容易完成 宋强也回来上班了 她低着头 也不看两人 静止走到自己的位置上 坐下来也不说话 只觉得很尴尬 许阳把医书放下 又看了看这段时间的一案 她在系统那边一待就是八年 这边的患者情况都记不太清楚了 了解清楚 人家来复诊了 自己才不会匆忙 许阳看了几个 等看到高细雨的一案的时候 又看了看就诊时间和给她配个药剂 今天应该就是她复诊的日子吧 许阳刚看完一案 门口就进来一高一矮俩人 正是高细雨夫妇 许阳抬头看去 问 你好 请问有什么事吗 她早忘了这两人的模样 高细雨夫妇也是一愣 高细雨老公笑了笑 许医生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我们前几天来找你治过病 你不记得了 许阳点了点头 叫什么名字啊 我查一下 贵台后的张可奇怪地看了许阳好几眼 许阳的记性什么时候这么差了 这才过去几天啊 她怎么连人都不记得了 高细雨过去把自己的名字报上 许医生 我叫高细雨 得 正好是这个 许阳扭头问道 月是来了吗 经期还有没有寒热往来 发烧退烧了 高细雨还没说话 她老公确实有些激动地说道 没了 没了 治好了 许医生你真是神了 嘿 许阳点点头 也是微微一笑 那就好 来 我再给你诊断一下 许阳重新给高细雨诊断一番 记录好二诊的信息 她道 现在经期已到 寒热未做 情况是好转了 这样吧 笑不更防 手上方再给你开六计 吃完了再过来看看 好不好 好 高细雨对着许阳答应 她被这个事困扰很久了 都快已遇了 现在许阳治好了她的怪病 她对许阳可谓是言听计从 许阳说什么她都听 许阳给高细雨开了上方的药 让张可去抓药煎药 高细雨夫妇却没着急走 高细雨的老公搓着手 呵呵笑着 上次她的态度可没这么好 现在见着许阳的真本事了 高细雨的老公顿时客气了许多 高细雨的老公夸赞道 许医生 真没想到你年纪轻轻 医术竟然这么好 那么多大医院大专家都没治好的怪病 你几副中药就吃好了 真是太厉害了 许阳客气道 过奖了 没有完美无缺的医学 也没有包治百病的神医 我们能做到的只是尽心尽力而已 高细雨的老公不停地点头 许医生难得年纪轻轻思想觉悟这么高 这个 我这吧 有个朋友 他吧 有些肾虚 你觉得应该怎么吃点什么好呢 高细雨嫌弃地扭开了脸 许阳抬眼看了看他 道 坐 高细雨老公在许阳身边坐了下来 许阳道 来 手给我 高细雨老公一愣 干嘛 许阳一本正经道 给你朋友整整脉 呼 柜台后的张可一下子笑喷出来 连一罐高冷的高细雨也忍俊不禁 高细雨的老公有些急了 不是 不是我 是我一个朋友托我问的 许阳答道 我知道 手给我 高细雨的老公急道 不是 真不是我 许阳又道 手给我 高细雨的老公都无奈了 高细雨也嫌弃的摇摇头 赶紧的吧 别摸鸡了 高细雨的老公有些尴尬的伸出了手 他道 我是随便看看 做做体检 许阳也没管那么多 仔细的给他诊断了一番 然后也给他开了药 等药的时候 高细雨的老公想了想 又问 许医生 你都擅长治什么病啊 许阳道 什么都会一点 最擅长的当然还是妇人病 高细雨的老公又问 那只拉肚子 你擅长吗 许阳一货问 拉肚子 高细雨的老公说道 我爸 还有个朋友 他老婆半年多一直腹泻 人都瘦了几十斤了 但是去医院里也查不出什么来 吃了止血药好一点 但是不吃就又复发了 跟我老婆一样 怎么治都治不好 现在我那朋友也发愁呢 这病你擅长治吗 要不你也去帮我朋友的老婆看看 许阳皱眉道 在没看到病人之前 我也不敢说 这样吧 你让患者来一趟 我诊断一下再看 高细雨的老公有些为难的说道 这个吧 你有没有时间 最好能过去一趟 许阳问 怎么了 病情很严重吗 他不方便出来吗 呃 高细雨老公有些迟疑 高细雨道 你就直说不行吗 他呀 刚从医院住院回家没多久 又复发了 现在人很烦躁 不想出门 而且吧 他也就是那种很端着的人 恐怕不愿意来这里 许阳皱起了眉 高细雨的老公道 我跟他说过你治好我爱人的事儿 他对你也挺感兴趣的 高细雨忍不住打断道 好了 别说了 也没他们这样请医生的 多失礼啊 呃 好吧 高细雨的老公也不说话了 许阳叹了一声 道 这样吧 你再打电话跟他们确认一下 如果确实需要我上门诊治呢 我抽个午饭的功夫过去一趟 好好好 多谢您了 高细雨的老公立刻跑出去打电话 财迷 高细雨摇摇头 很快 高细雨老公就回来了 他跟他朋友聊好了 快到午饭时间了 也没什么病人 许阳收拾一下也就上门出诊了 许阳坐在高细雨家的奔驰车里 一路往南 南边是他们县里的南部星城 造了很多气派的大楼 现在县里的大部分企业和政府部门 都搬到这边来了 这边也开发了不少高端新楼盘 他们去的是这边最好的一个楼盘 都是灵狐的别墅 高细雨的老公开车进去 还在后视镜里看了看许阳的表情 见到对方神色并无任何变化 他也好奇地问道 许医生不好奇患者的身份吗 许阳微微摇头 若有极恶来求救者 不得问其贵贱贫富 长幼言痴 愿亲善有 花一余志 普同一等 皆如至亲之想 高细雨老公顿时一愣 怎么还拽上古文了 高细雨老公带着许阳 到最前面靠湖的那壮大别墅里 佣人开了门 几人走进去 这别墅一楼的大堂里 已经有好几个人了 在了 许阳背着药 箱子刚一走进去 却听见里面有人惊愕地叫了一声 许阳 许阳抬头一看那人 面色顿时一僵 第53章这么简单吗 高细雨和他老公都看向了许阳 高细雨的老公问 这是你朋友 许阳没答 只是一时间脸色变得很难看 而里面那个小伙子 却是快步跑了过来 兴奋地说 哎呀 许阳 我还以为我看错了 许阳看着那人 挤出了一个难看的笑 那小伙子继续道 哎 许阳这段时间你去哪了呀 大家都联系不到你 微信找你也不回 你怎么号码都不回 都换了 高细雨夫妇看了看许阳 又看了看那个小伙子 都露出了好奇之色 他们都看出来了许阳不太高兴 但是为什么小伙子 又这么高兴热情呢 许阳将着脸 道 阳辰 好久不见 阳辰拍了拍许阳的肩膀 继续喋喋不休道 可不好久没见吗 哎 我说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 许阳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答 屋里面传出来一声 阳辰 你干嘛呢 阳辰立刻脖子一缩 赶紧小声对许阳说道 我师父叫我了 我先过去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聊啊 说完之后 阳辰又跑了进去 许阳却站在门口 迟迟没有进门 高细于老公问 许医生 怎么了 许阳缓缓吐出来一口气 他问 患者是不是已经请了医生了 呃 高细于老公一愣 不知道 可能吧 那我下次再来 许阳转身就往外走 哎 高细于夫妇都是疑愣 第一 医德降分警告 凡大医治病 若有饥饿来求救者 介入至亲之想 若屋里是传承人的至亲 传承人还会下次再来看吗 系统发来了警告 许阳停下了脚步 不是他畏惧系统的警告 而是他发现 他真的因为个人的情绪 而耽误了患者诊治 这不是一个医生该做的 许阳叹了一声 眉头紧皱着 高细于夫妇又看得莫名其妙 高细于问道 许医生 你没事吧 许阳又吐了一口气出来 脸色有些难看 他说 我没事 既然患者已经请了别的医生来看 那我们就在外面等等吧 等他们走了 我们再进去 这一次 系统没有发来警告 许阳又要往外走 此时 大门边传来一声 怎么可以让客人在外面等 这都失礼 传出去 大家可都要笑话我了 几人回头看去 见门口站着一个微笑着的中年男人 哟 谢总 高细于的老公立刻满脸笑容 谢总也对其点了点头 可等看见许阳这张年轻的脸 他眉头立刻皱起来了 许阳刚想拒绝 却见阳尘又从屋里跑了出来 许阳眉头大皱 阳尘兴冲冲跑到许阳身边道 我跟我师父说了 我师父让你一起进去 哎 你是自己一个人来的 许阳点了点头 走 阳尘拉着许阳就往里面走 许阳真没辙了 只能跟着他进去 进了大堂 豪宅的富丽堂皇就不说了 转进客厅 这里面还坐着两个人在谈笑风声 是你 里面有人惊恶一声 许阳也看得微微一致 又是熟人 县医院的曹德华 自己的大侄子 另外一个人 不认识 阳尘走过来 兴冲冲的介绍道 许阳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师父 胡适中医院的刘研发专家 刘研发摆了摆手 阳尘又对刘研发道 师父 这就是我同学许阳 刘研发点了点头 没理会许阳 他问曹德华 认识 曹德华顿时就尴尬起来了 这特么刚早上被这小子POA呢 这会儿又遇见了 是 曹德华有些尴尬的点点头 刘研发看了看许阳 问 你是自己一个人来出诊的 许阳点点头 没有回话 刘研发脸上有些玩味了 微微摇了摇头 这家人怎么病急乱投医 刚毕业的学生也请来 谢总的眉头也锁了起来 他很想问问高细雨的老公在搞什么鬼 高细雨的老公说道 谢总 您可别看许医生年轻 他的医术可厉害了 我媳妇的怪病就是他给治好的 那跑了好多大医院都没给治好呢 谢总这才又看了许阳一眼 对于有真本事的人 大家都是很尊重的 刘研发坐在沙发上 端起了茶水 他也来了兴趣 他问 哦 是什么样的怪病啊 高细雨老公轻轻哼了一声 说道 就是我爱人在京畿来的头一天 傍晚时候就开始莫名奇妙发烧 一直烧到半夜 然后过了半夜十二点 就开始自动退烧 每天都是这样 一直到经期结束才停下来 你们说怪不怪 一听这话 刘研发顿时呵呵笑了起来 曹德华坐在那里也悄悄撇了撇嘴 高细雨老公看得一愣 你们笑什么 刘研发没有答 反而问自己徒弟 杨晨 考考你 这是什么病症啊 杨晨微微一笑 回答道 热入血世 往来寒热 当以小柴壶汤煮汁 哎 高细雨老公顿时一猛 高细雨也明显愣了一下 这俩夫妇都呆了 他们跑了那么多大医院都没治好的怪病 好不容易被许阳给治好了 他们还以为遇上神医了 怎么 怎么随便来一个徒弟 只听了一下症状 就知道是什么病 该怎么治了 怎么感觉难度突然降低了 这俩人都猛了 谢总看了看猛逼的两人 又看向了许阳 他微微摇头 这夫妇真不靠谱 刘延发也好笑了两声 他就说嘛 一个刚毕业的学生能治什么怪病 不就是最典型的热入血世吗 把这两人给惊成什么样了 许阳也很无奈啊 这本来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病 他诊治的那天就说了 稍微成熟一点的中医都会治的 刘延发把茶杯放下来 道 既然来了 那就一起看看吧 谢总 请令夫人出来吧 好 谢总答应一声 又对旁边的保姆说了一声 谢总对站着的几人 微笑着说道 几位 快请坐 小文 去给客人倒茶 杨辰则是拉着许阳坐到边角去了 他这个跟着来的徒弟 可没资格跟大佬们凑到一起 杨辰又兴奋又压着声音对许阳道 哎 许阳这段时间你都去哪了 我 许阳正不知道该怎么答 杨辰却又兴奋地自己岔开了话题 看见没 我师父有范儿吧 我告诉你 嘿 我师父出诊一趟 能挣这个数 杨辰比了一个八的手势出来 许阳没有回答 这货以前就是个画牢 现在还是这样子 杨辰又喋喋不休道 哎 我告诉你 我现在可是我师父最受宠的徒弟 他去出诊都带着我呢 我可见不少失眠了 哎 你知道我师父不 许阳摇了摇头 杨辰又道 那我事业你肯定知道了 王仁堂 许阳看了他一眼 BJ西院医院的王仁堂 杨辰点头 知道吧 许阳有些尴尬地点了点头 王仁堂刚进医院的时候 自己还带他实习过一段时间 算是他的半个老师 第五十四章 不要告诉别人 倒不是许阳冲老前辈的太子 关键是他去的那个年代太早了 他1978年就过去了 到现在足足四十年了 当年那些毛头小子 现在各顶各都是大专家了 刘明达那时候不也是个没溜的小伙子吗 现在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国手了 从一四十年啊 足够改变大多数人的一生了 他们这批毛头小伙子 现在也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 至于那些比他们年纪还大一些的师兄们 现在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中医了 许阳认识的也绝不仅 西院医院的那些医生 许阳在那边一待就是八年多 他也成为了妇科名医了 中医也有中医的圈子 专家也有专家的圈子 许阳虽然最新于学习 但与同行交流 也是一种极好的学习方式 系统虽然限制许阳的行动 但是与学习相关的 是不会受限的 所以八十年代初在BJ城的那些中医们 许阳还真都挺熟的 现在不少人成为大专家了 甚至还有些人成为了国手级别的名医了 就像王仁德 刚进医院的时候就是个好奇宝宝 不停地问为什么 什么东西都要问个为什么 跟个杠精似的 带他的那些老师都很烦他 也就是许阳比较有耐心 带了他几个月 也陪着这个家伙干了几个月 然后这货还很有探索精神 刚进院不久他就觉得医院食堂的炖肉不好吃 然后非要去厨房跟大厨讨论炖肉的时候 香料要怎么加 多少剂量 什么时候放 要预先经过怎么样的加工炮制 炖肉的那些香料 其实全是中药 大厨说王仁德不懂厨艺 这货居然说大厨不懂中医 你说杠精不杠精 后来他还趁大厨炖肉的时候 自己偷偷往大锅里面 加了一大包他调好的中药 然后 然后那锅肉就没法吃了 那味道 许阳现在还记忆犹新 而食堂大厨也气得拿着炒烧 追着这坑货打了好几条街 那时候全员热闹的呀 只是没想到当年的小杠精 现在也成大专家了 还成了自己同学的师爷 想着想着 许阳就笑了 可是笑着笑着他又笑不出来了 因为他们都不会记得自己 那么多珍贵的回忆 只能自己一个人孤独地咀嚼了 许阳 许阳 阳尘摇醒了陷入回忆中的许阳 怎么了 许阳问 阳尘反问 你在想什么呢 许阳摇摇头 没什么 阳尘问 哎 你这段时间都去哪了 你现在在哪个医院 许阳回到 我没在医院 那你去哪儿了 许阳道 我 在一个私营的小诊所里 啊 阳尘一正 顿了一顿 他又问 那你拜师了吗 许阳摇头笑了笑 阳尘微微叹了一声 看着许阳的目光充满了同情 这可是他们当年学校里最耀眼的存在啊 可就是因为做错一件事 不仅丢了工作 还沦落到这样的地步 怕是连前途都毁了吧 现在许阳连个师父都没有 再想 诊所能学到什么啊 连这个热入血世 都被能人当成神医 他恐怕也只能在这样的小县城里混混日子了 当年的许大神呀 论医术 恐怕现在连自己这个学渣都比不上了 阳尘满是感慨地摇了摇头 许阳也扭头看他一眼 说 不要跟别人说你见过我 阳尘一饿 旋即他又摇头叹息 毕竟谁也不想让别人看见自己现在这么落魄的样子 更何况还是曾经那么骄傲的许大神 他道 好我不说 许阳道 谢谢 阳尘顿了一顿 又道 其实那事之后 姚老大一直在找你 和老师也找了你很久 许阳顿时鼻子一酸 他低下头 不让阳尘看见他的表情 他说 不要告诉他们 我 会去找他们的 但不是现在 我还需要一点时间 好吧 阳尘只能答应 现在许阳还没准备好面对过去的那些人 所以他在做宣传的时候 永远都戴着口罩 也从来没有在公众平台上透露过自己的真实姓名 两人说话间 患者来了 患者由保姆扶着坐到了沙发上 患者紧皱着眉头 神经有些烦躁不安 谢总对着刘延发笑着说道 刘医生 这就是我的爱人 劳烦您给看看 刘延发点了点头 谢总客气 曹德华在一旁吹捧道 谢总 我们刘延发医生 可是出了名的治疗肛肠疾病的中医专家 省里的大夫都不一定有我们刘专家水平高 刘延发压了压手 过奖了 不敢当不敢当 可是看他的表情 却是笑呵呵的 看来这番话还是挺受用的 谢总呵呵笑着 那就请刘专家开始吧 好 刘延发把茶杯放下 起身坐到了谢总夫人旁边 谢夫人则是一脸的烦躁 还时不时瞪谢总一眼 而许阳他们则是彻底被人忽略了 连高细语夫妇也坐在一旁好不尴尬 他们也没搞明白 自己明明是一片好心 怎么感觉现在他们好尴尬呢 高细语坐在沙发上 时不时动来动去 有点如坐针毡的感觉 杨晨 刘延发又叫了一声 杨晨拿出纸笔 赶紧站起来走了过去 他要过去跟师超方了 可刚走出去没两步 杨晨回头看还坐着的许阳 他对许阳道 许阳一起过来吧 你现在没师父 多学点对你有好处 说完 杨晨热情地把许阳拉了过去 许阳也只能跟上了 刘延发看了跟过来的许阳一眼 也没有多说话 就开始询问起了患者的情况 而谢总则是眉头微微皱了皱 但也没有露出明显的不越来 曹德华看着过来的许阳 满脸腻歪 刘延发开始询问病情 杨晨在一旁记录病案 什么是根师超方 就是师父在诊治患者的时候 徒弟记录好完整仔细的病案 回去再研究这是怎么辨证的 师父为什么要这么用药 这么用药的目的是什么 有不懂的第二天再问师父 这是每个小中医成长的必有之路 刘延发一样样问去 杨晨一样样记录好 患者春节出国旅游的时候 水土不服 饮食不习惯 回来之后就开始复泻了 持续大半年了 而患者的体重也轻了近三十斤 前段时间住院调养过一段时间 好转后出院又复发了 刘延发问 有没有感觉全身乏力 谢夫人道 有 刘延发又问 一般是什么时候开始复泻啊 有没有特定的时间啊 或天明或餐后 复泻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啊 谢夫人皱眉道 每天早上天刚亮的时候 肚子就开始疼了 肚子里面咕噜咕噜响 然后就要拉肚子 拉完之后就不疼了 刘延发点了点头 明白了 五更谢 杨晨也轻轻嘀咕了一句 曹德华也有些讶异 这么简单 刘延发立刻成竹在胸了 他还以为是什么疑难杂症 也是 对西医来说 五更谢是很难找到病因的 因为他们不认为这是病因 但是对中医来说 治疗起来就简单了 这是二者医疗理论不同而导致的 难怪住院也治不好了 刘延发扭头看了一眼 坐在那边的高细语 得 这俩一个类型 都是以为是难治的怪病 其实非常简单 刘延发立刻露出了自信的微笑 第五十五章 庸医 虽然已经看出了病因 但不能简简单单就说出来 这就跟给人开锁一样的 明明十秒钟就能打开房门 可他偏偏要做出一副很吃力的样子 吭吱吱吱一顿操作 擦擦满头汗水 这才好意思收你一百块对不对 十秒钟就打开了 谁不觉得这钱花了冤枉啊 上门出针也一样 倒是没必要做疑难杂症的姿态 这样会吓到病人的 而且有为医德 但是必须要做足了谨慎负责的态度 可不能跟在医院做门诊一样 你要张嘴就来 拿钱就走 人家肯定会觉得这钱花的冤枉 请你出诊 包接包送 还给住五星级酒店 还给这么多诊金 难道人家患者就图根在医院挂你门诊一个待遇 医院门诊挂号拿药才几块钱啊 还能进医保 既然收了这么多钱 那就一定要拿出这么多钱的待遇来 明明已经知道病因了 刘延发还是不停问下去 国外去了哪里啊 吃了什么 之前住院用了什么药 吃了什么感觉啊 阳辰的医案也越挤越多 越写越细 而患者也越来越烦 最后 谢夫人忍不了了 她问道 问完了没啊 要这么细吗 刘延发顿时一噎 谢总盲道 哎 人家刘专家也是负责 换做那种不负责的医生 随便问几句 随便开点要早就走了 曹德华也帮腔道 对啊 我们刘专家出了名的医德好 是特别认真负责的医生 谢夫人重重地呼出了一口气 一脸的不耐 谢总对着刘延发歉意地笑了笑 许阳看了看谢夫人的面色 又想了想对方暴躁易怒的脾气 她眉头稍微皱了皱 高熙与夫妇也一脸兴兴然 谢总这老婆脾气真够臭的 动不动就发火 哪来这么大的火气啊 刘延发脸色也有不渝 不过也没多说什么 她道 问得差不多了 谢夫人 劳烦你把舌头伸出来给我看一下 谢夫人皱着眉伸出了舌头 几个医生都看了过去 刘延发仔细看了看 说道 舌苔白腻后 根部由慎 杨晨看了一眼之后 记录上去 不对 许阳某子微微一凝 顿了一顿 她提醒道 杨晨 你舌智忘血了 笨 杨晨疑惑扭头 什么她忘血了 不是她师父还没说吗 其他几人也都看了过来 曹德华脸色立刻就不好看 她之前就是因为没发现 舌智和舌苔的不同 被许阳批评了一顿 现在许阳又提到了舌智 曹德华不好的记忆 立刻浮现出来了 她沉着脸道 那时人家刘专家还没说 自己不仔细听还怪别人 许阳瞥了自己大侄子一眼 没说什么 谢总又看了许阳几眼 眉头更皱 刘延发则看向了谢夫人的舌智 这一看 她也露出了疑惑之色 咦 谢夫人却把舌头缩了回去 她道 看完了吧 刘延发皱着眉头 心中稍稍有些疑惑 但还是说道 蛇智 淡红 杨晨记录上去 许阳微微摇头 再整整脉吧 刘延发又对谢夫人说道 谢夫人重重地吐出来一口气 把自己的手伸了出来 刘延发用了几分钟整完了双手脉 她对杨晨道 细滑之脉 杨晨记录上去 她也点了点头 冰姬很明显了 曹德华也点点头 刘延发抱着负责任态度对谢总道 谢总 令夫人之前在医院检查过的报告 麻烦你拿给我看一下 好 谢总答应了一声 让人去把检查报告都拿了过来 厚厚一大跌 刘延发做好了 把那一大跌的检查报告仔细看了起来 她翻了两张之后 对杨晨道 小杨 你也给患者诊诊脉 再诊治一次 好 杨晨开心地答应一声 跟师超方可不单单只是超方 也要学诊治的 师傅诊完脉了 自己再诊一次 这也是学习 杨晨把脉诊拿过去 对着谢夫人笑嘻嘻道 麻烦你再让我诊一次脉 谢谢了 姐 她嘴巴倒是甜 谢夫人有些烦躁 但是看在对方这么年轻 又这么嘴甜的份上 她也就算了 把手拿了过来 杨晨定好寸观尺三步 整起脉来 时不时露出思索和困惑之色 过了一会儿之后 她收了手 对许杨道 许杨 要不你也来整整 谢夫人一下子就火了 没完啊 旁边人都是一愣 连在看资料留言发都停了下来 而许杨的神色也微微一致 曹德华则是露出了幸灾乐祸之色 你这个PUA大王也有今天 高细雨忍不了了 她一直忍到现在呢 现在见许杨被这样对待 她不想忍了 立刻就站了起来 她老公赶紧拦她 谢总也发现了这俩夫妇的动作 她忙道 老婆 你弄错了 这位医生不是跟刘专家一起来的 是胡冰夫妇听说你病了 特意给你请来的 听到这话 谢夫人用力地抿了抿嘴 如果这人也是刘严发的助理 那他是要发火的 把他当什么了 实习生的练手工具啊 但这医生是人家夫妇特意请的 人家可是一番好意 自己就不能随便拒绝了 更何况 这对夫妇的面子还是要给的 毕竟接下来还要合作呢 曹德华却在此时说话了 我觉得吧 其实也不需要那么多医生诊治 许医生毕竟年轻 经验不足 还是让刘专家把关诊治比较好 正在翻看检查报告的留言发 扭头看了一眼曹德华 这人话里怎么带刺啊 谢总也是眉头一皱 这压根不是有没有必要的事情 而是人家夫妇的一番好意 还有面子问题 谢夫人也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她已经很不耐烦了 曹德华见谢夫人点头 她也面露得意之色 谢夫人这时候才抬头看向许阳 这一看对方的脸 她却是画风立刻一转 要不看看也行 哎 曹德华一愣 谢夫人道 毕竟是人家的一番好意吗 高细与夫妇紧绷的脸色 这才缓和了不少 谢总也输了一口气 许阳什么都没说 就坐了过去 坐在谢夫人身边 便好寸观尺三步 细细整齐脉来 杨辰再整另外一只手 她见许阳过来了 她歉意地叫了一声 许阳 嘘 别吵我 许阳皱眉仔细诊脉 阳辰被噎了一下 谢夫人则是扭头看向这个满身忧郁气质的年轻小中医 曹德华也一脸纳闷 留言发放下了检查报告 对曹德华道 曹医生 我们来讨论一下病情吧 曹德华都来了 自然也不能闲着 两人便装模作样地讨论起来 然后阳辰也跑过去记录了 这边就剩下许阳一个人给谢夫人诊断了 许阳仔细给谢夫人诊完了双手脉 而高细余也走了过去 许阳是她请来的医生 谢夫人要是对许阳发火 那她也不能看着许阳吃亏 不过幸好 谢夫人一直没发火 只是一直在看许阳 许阳把脉枕收起来 问 晚上睡眠质量好吗 梦多吗 谢夫人回道 睡眠一般老是做梦 你多大了呀 许阳理都没理她 又问 小便怎么样 是清长的 还是短翅的 谢夫人回道 短翅 你是哪儿人啊 许阳又问 出汗多吗 主要出汗部位在哪儿 谢夫人难得在面对许阳的时候 没有表现出不耐烦 头上出汗挺多的 我问你话呢 不理我 许阳正色道 这位女同志 请你先回答医生的问题 饮食怎么样 喜欢吃粮食还是热食 女同志 谢夫人咱么咱么 这个古老的新鲜词 她笑了笑道 好的 医生同志 这么热 还吃热的 不得出一头汗啊 高细雨看了有些惊讶 这暴躁女人居然还笑了 这女人 刚刚对刘专家可没这么好的耐心 许阳微微汗手 她明白了 刘延发那边肯定误诊了 她站了起来 还没等她说话 刘延发那边把方子都开好了 刘延发对谢总道 谢总 方子已经开好了 您过目 令夫人换的是五更谢 肾阳不足 肾虚火衰 累积皮阳虚 方子呢 我用的是四神丸和森林白树散加减 掀开了实际 谢总听了这话 神色顿时一致 而谢夫人则是立刻恼火地怒哼一声 拥衣 第五十六章 隐瞒诊治 一听这话 众人都是一恶 刘延发更是先经后怒 她就没问 谢总 这是什么意思 谢总的脸色也稍微有些不渝 但更多的则是失望 曹德华也看得莫名其妙 她问 不是 这 这怎么了 高熙与夫妇也是一头雾水 谢夫人站了起来 不满地对谢总说 我都说了 不看中医了 不看中医 你还非不肯 我本来就不相信中医 你还非让我看 你看看你找的人 开来开去都是这些没用的药 谢总顿时更尴尬了 刘延发则是眉头大皱 问 什么意思 你们之前已经找中医看过了 谢总不答 刘延发不满道 这什么意思 故意对医生隐瞒诊疗记录 我说 你们这就不厚道了吧 这不耽误事吗 谢总紧皱着眉头 没多说什么 这搜主意是她老婆出的 可谢夫人却忍不了 她怒道 隐瞒了又怎么样 你是看我的病经开药 还是看前面医生的诊断开药啊 你是打算在我身上 一样一样是过去啊 刘延发怒道 嘿 你这人 怎么说话的呢 如果没有看之前的诊治记录 我怎么能更好的判断呢 谢夫人不耐烦道 得了吧 你要是能诊断正确 早就正确了 还非得看前面医生的错药 你只会用排除法 你们中医就是骗子 根本不会治病 我吃了药 一点效果都没有 还更难受了 刘延发也生气的跟他争吵了起来 大家都没想到会有这一幕出现 曹德华的脸色一下子就变得俊难看了 这条线是他给签的 本来是打算两头卖人情 好家伙 这下子两边都给得罪了 曹德华真是有点欲哭无泪了 这叫个什么事啊 患者怎么还故意隐瞒之前的诊治情况啊 考验医生也没这个考验法的啊 高熙与夫妇对视一眼 皆微微摇头 谢夫人这火爆脾气真是了不得 大小姐出身的人就是不一样 杨晨也傻眼了 卧槽 这也太离谱了吧 刘延发继续跟谢夫人争吵 这可不能服输任哉 这要是传出去 她的名声还要不要了 谢夫人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两人越吵越厉害 一个说对方不懂医学 竟然对医生隐瞒 你都隐瞒了 我还怎么诊治 另外一个则是咬死了对方是庸医 那热闹的啊 许阳看得叹息一声 她靠近站在一旁干着急的杨晨 在她耳旁说道 去告诉你师父 患者左脉贤华 数而有力 又脉如华 暗之一数 舌智红 舌苔白逆干苔 啊 杨晨扭头一愣 快去 许阳背着手呵斥一声 杨晨吓一跳 这语气这神态跟他们医院中医老专家一个模样 以前他就是这么挨骂的 哦 杨晨都没敢多想 忙答应一声 快步跑上前去 在他师父耳旁 把许阳告诉他的话 跟他师父说了一遍 什么 刘烟发惊恶转头 杨晨被瞪的一愣 我 哎 卧槽 我干了什么 杨晨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瞎几把说了什么 卧槽 自己怎么把许阳的话给转述了 卧槽 许阳现在的医术连自己这个学渣都比不上呢 卧槽 闯祸了 又要挨骂了 杨晨倒吸一口凉气 脸都绿了 而刘烟发在经过最初短暂的惊恶之后 也立马挣住了 脑子里面急速转动着 谢夫人则是冷声问道 怎么 没话说了吧 刘烟发究竟是市里的专家 立刻便想通了一切 他崩了崩脸 说 怎么没话说 你隐瞒诊治记录 肯定对后面的诊治是有影响的 因为每个要用下去效果是不一样 就像现在我问你 你是不是有小便短吃的情况 笨 谢夫人立刻皱眉 上下看了刘烟发两眼 然后才点了点头 刘烟发也悄悄松了一口气 接着道 喜欢吃粮食吧 谢夫人神色顿时古怪了起来 刘烟发又问 晚上睡眠一般容易多梦吧 谢夫人神色更古怪了 刘烟发见对方的神色 只觉自己全说中了 他也立刻松了一大口气 还好没翻车 他又道 经常心烦急躁 出汗还比较多吧 谢夫人脸都快皱在一起了 曹德华见两人停下了争吵 刘烟发又占据了上风 他也终于放下心来 他笑着哈哈 打着原场道 谢总 我们能理解患者的心情 但这种考验最好还是不要有 咱们是一条战线的 真的不能对医生隐瞒 这样会耽误诊治的 不过还好我们留专家水平高 经受住了考验 哈哈 这都是一场误会 对吧 刘专家 我们也要理解患者的心情吗 对不对 您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那水平肯定是没得说的 误会说开了就好了 哈哈 嗯 刘烟发沉着脸点了点头 而谢夫人的脸色就更古怪了 谢总则问道 新衣怎么了 谢夫人扭过头 面色古怪的说 这不是刚刚那个年轻医生 问过我的问题吗 啊 众人都是一愣 杨尘也瞪大了眼睛 不敢置信的喃喃道 卧日啊 谢总问 哪个年轻医生 就是那个 哎 人呢 谢夫人找不到人了 高细语的老公则是站了起来 头都快抬到天上去了 他骄傲地说道 当然我请来的医生 曹德华的神色变得精彩起来 又是他 刘烟发也立刻用疑惑的眼神看杨尘 杨尘立刻小鸡啄米般地点头 对嘛 现在知道前一的诊治记录对后面医生的重要性了吧 曹德华还打圆场呢 你看看 知道了之后 连年轻医生都会诊治了 更别说我们留专家了 这一下子 大家的脸色都有点古怪 谢夫人撇了撇嘴 人家分明是在他说之前就问了 只不过他这会罕见的没发作 只是望着门外 露出了好奇之色 谢总在微微一正之后 也笑呵呵说道 对 对 没错 是我们疏忽了 那就请留专家开房子吧 你也忙碌许久了 劳心劳力 辛苦了 等会儿早些回去歇着才是 刘烟发则是沉着脸点了点头 也没多说什么 他知道这是对方给自己面子 但也只是留面子而已 不然都这个点了 于情于理也该留他吃顿饭才是 第五十七章 一连三错 许阳已经走了 要不是出于对患者负责任的态度 他早就不想呆了 他把辩证的点告诉刘烟发 见刘烟发问出后面那几个问题 许阳就知道他已经明白了 中医难就难在辩证上 只要辩证正确了 用药就不会有太大偏差了 而且以刘烟发市集专家的能力 相信不会出现偏差的 许医生 身后传来声音 许阳回头看去 见是高细雨跟了出来 高细雨小跑几步 满脸的不好意思 他说 真抱歉 许医生 我也没想到他们另外请了医生 弄得你有点尴尬 许阳摆了摆手 不妨是的 无非都是治病救人而已 高细雨点点头 跟上了许阳的步伐 他道 我看得出来 是您给刘专家解了围吧 许阳笑了笑 没什么解不解围的 患者隐瞒了诊治记录 医生诊治起来 是会困难一些的 再说都是自己人 理当帮忙的 自己人 高细雨想了想 道 哦 你跟那个叫杨晨的人 是同学吧 许阳微微汗手 他跟他们的渊源 又何止这么一点 早在他们失业亡人得那儿 就已经有交情了 高细雨问 许医生 谢总夫人到底是因为什么才病的 许阳回道 鼠湿孕热 损及肠胃功能 发为谢谢 酒则土用沐浴 有多福温补 再加上性情火爆 怒则伤肝 更助干热 热灼阴分 故酒谢不遇 啊 高细雨一去也没听懂 许阳解释道 他不是说了吗 春节时候出国旅游了 去的是炎热之地 正值夏季 所以湿热外邪 侵袭人体 发为谢谢 回国之后 一直没治好 湿热外邪流至体内 而他又一怒 女子本就甘望 一怒则更易甘愈 木旺则成土 肝火太旺 可伤皮土 皮乳生青 皮须影响了正常的升降 不能正常的生发 不能将营养物质上输心肺 补散全身 所以就会全身乏力 肝木成谱太甚 气肌升降失常 长期腹泻不止 哦 高细雨终于明白了 那他们说的五更蟹是什么 许阳解释道 五更蟹 也叫鸡鸣蟹 每日清晨鸡鸣的时候 长鸣鹿鹿 腹气疼痛 邂逅痛 这个病 一般多发于中老年人 尤其是中老年男人 大多数情况都是肾气不顾 肾阳虚 所以也叫做肾血 严重一点的 也会影响到皮阳虚 导致皮肾接阳虚 因为银卯食为阴阳交接之时 肾阳不足则阴寒内圣 此时 阳气味道 阴气圣极 火不温土 皮阳不得温序 因此孕化失常 出现蟹蟹 这类患者的症状是 小便清肠 液尿频繁 大便稀薄不成形 腰脊酸冷 腹部洗温怕凉 蛇质胆 排白 这种因为肾阳虚而导致的五更蟹 用四神丸效果是很好的 如果皮也阳虚 还可以加上用温皮的药 高细雨不解问道 那为什么谢总夫人用四神完全没治好呢 许阳答道 因为他根本不是因为肾阳虚 他并无阳虚之相 反而有热症 尹茂师蜀木 为邵阳主令之时 这时候本就肝木一生之时 再加上湿热内孕 他又脾气暴躁 肝火更旺 此时饭皮就更严重了 所以清晨尹茂师分就谢谢了 再加上尹茂之时 邵阳疏土太过 所以也有腹痛的症状 有很多脾气暴躁的人 常常有腹泻的疾病 所以保持情绪稳定最重要 高细雨也微微一笑 迈开了大长腿 他扭头看了许阳一眼 许医生还是厉害 都说真中医在民间 今日我算是见识到了 许阳道 客气了 认真治病救人的都是真中医 高细雨一症之后 又是一笑 她是一个高冷的女人 平时可不爱笑 许阳回头看了一眼 折壮别墅 微微一叹 其实刘延发的水平 还是可以的 就是犯了经验主义错误 一见对方腹泻半年 瘦了三十斤 就断定对方酒泻伤症 一听对方五更谢谢 就断定对方慎阳虚 许阳又看了身边的 高细雨一眼 其实这事也跟高细雨有关系 刚进门的时候 高细雨老公就拿 高细雨的热入血是说事 那时候的刘延发就已经心生轻视之心了 认为这种小地方的人没有见识 区区一个热入血是 中医学徒都能治的病 也当成了疑难杂症 所以在诊治谢夫人的时候 她貌似谨慎 其实早已大意 这是医者的大计啊 在问诊的时候 乱问一通 被谢夫人打断之后 也不继续 折诊的时候 听她说折胎白腻 但是未分干湿的时候 许阳就知道她走偏了 所以许阳立刻就提醒她要注意蛇智 那时候她也看出来蛇智有些不对 但还是出于先入为主的观念 和过于自信的态度 非说是弹红 脉诊的时候 又错一次 硬是把嫌脉诊成了细脉 这两种脉象是非常相似的 很容易弄错 她脉诊时间太短 又有先入为主的印象 所以一错再错 连错三次 非是刘延发水平不济 而是犯了一者大忌啊 如果谢家人早把之前中医诊治的情况告知 那刘延发也就会发现自己的错误了 可他们又偏偏隐瞒了 所以刘专家翻车就在眼前了 谢夫人本就内热 再多加这种温不顾色的药 刘师贤儿更注目欲 情况只会更差 之前医生犯的错也在这里 许知 就些未必伤症 许阳仔细诊过 患者并无虚相 许阳也不由摇头叹息 中医跟西医是不同的 医疗仪器诊断出来的 那就是很客观真实的 中医的四诊都是主观的 所以 这要求中医一定要有足够的临床经验和能力 更重要的是绝对保持心境 千万不能有先入为主的印象 单单一个镜字 就难倒了无数中医啊 谢家别数 刘延发几人都出来了 诊金是拿到了 但这次却拿得极不痛快 哎 刘延发叹息一声 杨晨和曹德华跟在后面 也不敢多说话 刘延发抬头看了看天 他缓缓吐出一口气 心有余悸地说 一时不察 差点丢了大脸 刘延发扭头问杨晨 那个年轻人 是你同学 嗯 对 杨晨忙点头 刘延发叹服道 后生可畏啊 曹德华也满脸腻歪 杨晨也没了话说 许大神真不愧是许大神 自己还以为他被开除之后 这辈子已经完了 还以为现在许阳的医术 还比不上自己呢 结果比自己师父还厉害 真是牛批 刘延发想了想 问 他是中医是家吗 有家传吗 曹德华看了刘延发一眼 这不是他早上也问过的问题吗 杨晨回道 没有 他爸爸是村里的赤脚医生 不是中医 哦 刘延发应了一声 那他师父是谁 曹德华又看一眼 这不也是自己问过的吗 杨晨道 他没师父 他现在在一个小诊所 难道真是天才 刘延发也有点怀疑人生 年纪轻轻 医术高明 难得不教不造啊 要不是今日他托你传话 让我保存些颜面 我怕是出大丑了 曹德华也听了一愣 刘延发道 这样的人才 怎么屈尊在一个小诊所啊 我觉得你可以跟他说说 往我们医院引一引人才 只要他肯来 我去跟院领导聊这事 杨晨有点尴尬的说 这恐怕不是太方便 刘延发疑惑问 为什么 杨晨有些痴疑地说道 他 曾经出过 严重的医疗事故 什么 两人都是一惊 第五十八章 张大一京城 许阳回了诊所 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有些愣神 他的思绪也飘荡了起来 飘到了以前 今日突然遇见了杨晨 让许阳想起了很多他不愿意回想的记忆 其实从内心而言 许阳更愿意待在系统的那个时空里 那里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往 他不需要去面对曾经的那些人 但是他知道那里是假的 这里才是真的 爱 许阳再度叹息一声 面容上多了几分不耐和烦躁 坐在柜台里的张可悄悄地看了一眼许阳 他怎么感觉许阳又抑郁了 这几天不是好多了 怎么又回去了 张可小心地看了看许阳 然后拿出手机来 给他发了条短信 你没事吧 许阳见手机亮了一下 拿起来一看发现是张可发来的短信 他扭头看了一眼张可 张可露出询问之色 许阳微微摇头之后 放下了手机 他缓缓地吐出了几口气 稍微平复一下心情之后 抽了本书看了起来 张可有些担心 但是现在宋强也在 他又不好说什么 他顿了一顿 叫了一声 强哥 宋强抬头 啊 张可立马鼻子不是鼻子 眼睛不是眼睛的 早上那个曹什么的 是你叫来的吧 你想让他跟我说什么 我 宋强顿时一噎 一下子就心虚了 哼 张可重重一哼 宋强一下子就尴尬了 这事经不起推敲啊 这事要是漏了 那他就没法干了 张可又是重重一哼 算了 我也不想多问了 宋强顿时大松了一口气 张可又道 去 帮我把这份文件送到卫生局去 宋强一愣 我去啊 张可眼珠子一瞪 反问 不然我去啊 宋强咽了咽口水 又看了埋头看书的许阳一眼 得 一个星期前 他还是明星堂诊所医术第一人 明星堂的生死存亡都要靠他呢 这才过去几天 他就沦为送信的了 卫微弱小 又无助 宋强悲催的站起来 接过张可手上的文件 然后委屈的当起了宋信公 等宋强出了门 张可才松了一口气 他从柜台里面出来 走到许阳身边 小声问道 你怎么了呀 又不开心了 许阳头都没抬 只顾自己看书 都说了 我没事 张可撇了撇嘴 少来了 不高兴都写脸上了 怎么了 是不是去患者家里 遇到什么事了 许阳眉头顿时皱了起来 他抬起头 声音也大了不少 我都说了我没事 张可脸顿时一僵 你吼那么大声作僧吗 许阳里都不想理他 张可只觉自己热脸 贴了个冷屁股 心里满是沮丧 他小声道 我只是想关心你 许阳冷漠道 不用 哦 张可眼睛都红了 他转身回了柜台 低头看手机 然后把许阳的备注 由许大猪头改成了 许臭猪头 哟 许医生 你先回来了呀 门口响起声音 许阳抬起头 是高细雨的老公 他的眉头皱着 问 什么事 高细雨的老公打着哈哈道 不是说好送你回来的吗 我这一出来 你人都不见了 有事就说 许阳有些不耐 高细雨老公脸上微微一僵 他也看出来许阳状态不对了 于是 他直入主题道 今天的事啊 谢总那边让我多谢你 晚上谢总备好了酒席 请你赏光 不去 许阳继续看书 高细雨老公一愣 啊 不是人家是一片好意 你可能不知道谢总的身份 我跟你说他是 许阳打断道 我没兴趣知道 高细雨老公道 不是 这个人际关系啊 许阳又打断道 我是个医生 我只管病情与患者 人际关系 我没兴趣 高细雨老公被噎了个够呛 那你 你就把人家当成是患者 人家谢总夫人不是还病着吗 许阳道 治病就来诊所挂号 挂号费二十 高细雨老公道 那你上门出诊不一样吗 许阳道 我之前是以为他病重无力出门 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能跑能跳 还能骂人 有病就来诊所治 高细雨老公有些气馁 他怎么感觉跟许阳说话这么累呢 他道 不是 许医生 这不一样 你在这儿挂号费二十 你要去他们那儿 那诊金 可相当可以啊 而且上层人有上层人的圈子 你的名声一旦打进去 不说别的 就咱们县里来说 这些大老板们 大领导们 你都能打上线 他们都会找你治病 那你这关系和人脉 对不对 你也不用怕被他们排斥 我们对医生尤其是有本事的中医 是非常尊重的 你这要不了多久 就名利兼收 对不对 张可微微摇头 完了 这祸状枪口上了 许阳第一次把手上的书往桌子上一砸 抬起头盯住了高细雨老公 高细雨老公顿时一正 卧槽 怎么这表情 自己说错什么了吗 许阳盯着对方的眼睛 正色道 凡大医治病 必当安神定治 无欲无求 先发大慈测饮之心 誓愿普就寒灵之苦 若有极恶来求救者 不得问其贵贱贫富 长幼言吃 愿亲善有 花意于智 普同意等 皆如至亲之想 亦不得瞻前顾后 自律及凶 虎系生命 见彼苦恼 若即有之 身心七创 无必险惜 昼夜 寒暑 饥渴 疲劳 一心腹 救 无做功夫行计之心 如此可谓 苍生大医 凡死则是寒灵巨贼 高细于老公听了一呆 张可也吐了一口气出来 有些叹服 这就是许阳啊 许阳接着道 我是一个医生 我只会治病 不会问患者来历身份 全都普同意等 若是患者病重不便出门 我自会上门出诊 若是百有钱人的臭架子 那我就不伺候了 还有 我这里诊费只收二十 高细于老公被噎了个够呛 他扭头看着张可 他都快委屈了 我 我真是一片好心啊 我 张可忙道 知道了 知道了 他今天吃枪药了 好意心领了 我一会儿说他 您先回去吧 高细于老公都委屈着出门了 他都纳闷了 这什么人啊 怎么这么不上路啊 晚宴的时候 只有高细于老公自己去了 谢总还请了几个商业上的朋友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本来是打算介绍给许阳认识的 也让许阳给他们调养调养身体 也给许阳拉拉关系 可惜许阳根本不想来 高细于老公把这事一说 他都无奈了 饭桌上众人也都沉默了 谢总夫人则是露出了好奇之色 她这是世财傲物吗 可能是年轻气盛吧 饭桌上有人这样评价 但是谢总却是摇摇头 叹一声 他说这是大一经成的文章啊 读过的人有不少 会背的人也有不少 可能做到的又有几个 或许 这才是真正的一声吧 饭桌上众人都沉默了 谢总把酒杯放下 他说 很多美好的品质 都被现实摧毁了 所以久而久之 我们反倒是觉得 那些有美好品质的 都是歇不上道的人 是我们变了啊 第五十九章照片 一日 谢总邪夫人来到阳光新村楼下的这间小诊所 挂了许阳的号 许阳重新给谢夫人诊断了一次 许阳也看了流言发开的药方 确实没有什么问题 痛谢药方和隔根青年汤 流言发的水平还是有的 许阳也没改她的方子 谢总他们就在许阳这里抓了药 谢总付了药钱之后 客客七七奉上了二十元的诊金 或许这应该是她发季以来给过最少的诊金吧 但是谢总很开心 谢总跟许阳交换了联系方式 这一次 许阳没有拒绝 许阳并不排斥正常的人际交往 但是她不能接受拿治病开玩笑 在她眼里只有疾病的区别 没有患者身份的区别 现在明星唐颜慢慢上正规了 每天来治病的病人也有二三十人了 口碑这种东西是慢慢发酵的 诊所能力足的唯一原因就是疗效 中医的出路也在于疗效 你疗效好 人家自然愿意来找你治病 也愿意介绍身边的亲戚朋友来 当时张可在微博上炒作的时候 还有些担心吸引来的病患 许阳能不能撑得住 幸好许阳并没有让她失望 这样下去 只要许阳不离开 那明星唐就能一直撑下去了 张可也放心了不少 只要能健康运营下去 那明星唐就能保住了 现在所有的关键都在许阳身上 张可也不禁默默叹一声 好歹她也是个老板啊 还得哄着自己的员工 这叫什么老板吗 张可顿觉悲催 张可看了看 坐在那里板着脸看树的许阳 牙齿横横地咬了好几下 拎起小拳头做事就要捶许阳几下 然后她又在本字上画了一个大猪头 在珠的两个鼻孔里分别写上许阳两个字 张可看着许珠头像 低着头发出了无声的笑 她憋笑憋得身子晃啊晃啊 可痛快了 你笑什么呢 有声音突然从上面传来 张可吓一跳 抬头一看 是许阳 张可赶紧双手捂住了她的小本子 她紧张地问 没什么 你有事吗 许阳低头看了一眼 问 你捂什么呢 张可死死捂住小本子 然后摇头 没有啊 许阳皱了皱眉 也不多深究 她问 那破事你解释清楚了没 张可一愣 哪个 许阳眼睛一瞪 张可立马反应过来 哦哦 马上 马上 我已经想好怎么处理了 绝对不会伤害到那个姑娘 就是 不等张可说完 许阳就到 行 尽快处理好 另外 宣传的事情上点心 许阳看了看最近的系统给的加速包 都没消耗掉几天 离下一次根尸还有十年 她也不想一直这样躲下去 可是要回去面对曾经的那些人 她就要有足够的底气 而进入系统根尸就是她的底气 行 张可满口答应 许阳顿了顿 又到 宣传是需要成本的 如果现在不是特别方便的话 你可以用我的名义注册个账号 然后去网上找一些中医黑 跟他们论论 啊 张可有些不解 许阳这段时间也摸清楚系统的奏性了 宣传当然是大头 她会给很多加速包和特殊奖励 但还有一个小窍门 那就是跟中医黑杠上 系统是一件中医黑就立马高潮的 只要能辩驳到对方哑口无言 那系统给的好处可不小 如果能让对方改变中医黑的观念 发自内心深处去尊重中医 那系统就更大方了 许阳第一次被奖励进入针灸练习室 就是因为她把陈下还有马波 一群人给弄福气了 让马波这个中医黑改变了自己的观念 所以系统奖励很大 许阳想了一想 立马改变中医黑的观点 这比较难 也不太有这个机会 还是对人方便一点 这也是张可的特长 他道 记得一定要让对方哑口无言 一语致死的那种 张可不解问道 为什么啊 许阳道 我想爽一爽行不行 张可呆了一下才道 许大爷说什么都行 许阳点了点头又道 这件事情对我很重要 把这件事情做好 我就不怪你之前的乱来了 行 张可开心的点点头 许阳又道 先赶紧去跟人家小姑娘解释清楚 注意方式和语气 别伤害人家 张可满口答应 放心 我这方式一定是最完美的 那就好 许阳也没多问 就回去看书了 他对张可这方面的能力还是很信任的 张可见许阳回去 他才松了一口气 小心地把本子合上 然后把画着许猪头的本子藏好 到快下班的时候又来了一个熟人 曹德华 你怎么来了 最惊讶和最慌乱的是宋强 曹德华却道 我不是来找你的 我是来找他的 曹德华指了指许阳 宋强道吸一口凉气 这你马才是他最怕的啊 许阳得抬头看他大侄子 问 找我什么事 曹德华微微一笑 晚上有没有空 一起吃个饭 我请你 就我们俩人 宋强一愣 许阳想了一想 道 好 曹德华笑了笑 那走吧 我车停在外面 行 许阳把书放好 稍微收拾一下东西 就跟着曹德华出门了 出去之前 他还不忘跟张可提醒 别忘了我交代的事 放心 张可大包大揽 两人走了 宋强还一脸纳闷 这什么路子 这俩人怎么走一起去了 张可问 你很惊讶 宋强摆思不得其解 不是 关键为什么吃饭不叫我呀 张可翻了个白眼 他道 得了 别想那么多了 过来拍张照 又拍照 宋强纳闷 张可把手机拿出来 对 宣传用的 哦 宋强答应一声 张可走出来 道 来摆个pose 左手稍微抬一点起来 太高了 低一点 对 跟牵手一样 对 眼前往左边看 好像旁边有个人 对 好了 好了吗 我看看 宋强走过来 张可则是把手机收了起来 行了行了 赶紧下班 大男人磨鸡什么呢 宋强又被嫌弃了 悲催的走了 等人都走了 张可才松了一口气 他做贼式的拿出手机 然后打开了批图软件 开始精致的PS了起来 他把刚刚宋强的那张照片的图像扣出来 然后又扣了许杨的照片 把这两人PS在一起 还批成了手拉着手 宋强还扭头深情的看着许杨 做完这一切 张可把这张图片发到交友APP的个人动派上 设置了仅小章与可见 并配上文字 见过千山万水 回首 终究是你 点击发送 张可扔下手机 拍了拍胸口 这把没错了吧 不是说不能伤害人家吗 但是你不管怎么跟人解释 哪怕实话实话 也会伤害人家的 但是这样操作就不会了 自己跟女人说话的时候可不亲爱的亲爱的吗 那你自己误会了 也不能怪我啊 你看 这就是完美解释 我现在找到真爱了 你也不能怪被我一情别恋吧 本来就不喜欢她 张可嘴角露出一丝笑 完美 小章与拿手机的手一直是抖着的 章与太后看了看她不怪的脸色 她问 你怎么了 小章与突然脸一垮 哗得一声哭出来了 少女心碎了 你怎么了 章与太后吓一跳 小章与一边哭一边喊 不是说很讨厌她吗 为什么要跟最讨厌的人在一起 一定要这么偶像剧吗 可偶像剧里不是这样的 章与太后看得莫名其妙 你霸道总裁爱上我 看多了吧 第六十章曹德华的邀请 问县其实是个小山城 最老的城区是在山上 后来逐步发展 挖了旁边好几座山 挖山填湖 才流出来一片空地 核心也慢慢从山上转移了下来 现在也不让挖山填湖了 所以就直接把南部郊区开发成新城了 作为他们县里以后的核心 现在已经很有几分新城气象了 政府部门搬过去大半了 县医院也过去了 旧城区这边就剩下中医院了 山城也有山城的问题 那就是交通不便 新城到旧城只有一条路 还得过一座桥 现在企业基本都在新城 但是许多人还住在旧城区 所以到上下班时候就非常堵 旧城区也堵 中医院在山上 上山的路只有一条 许阳他们出来的时候正好是下班点 几公里的路 愣是开了半个多小时 他们吃饭的地方 就在中医院后面小区外围的一个小店 很老了 开了几十年 曹德华带着许阳过去 点了一大堆吃的 曹德华回来坐好 这小店生意很好 里面已经坐不下了 他们坐在外面 在路边一棵大梧桐树下 置了一张小桌子 两人对面而坐 曹德华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第一次请你吃饭 这里稍微显得有些简陋了 许阳微微笑了笑 没事 我挺喜欢这里的 有人间烟火器 而且夜风吹来 很舒服 许阳刚说完 一个啤酒瓶盖子就飞到了他们桌子上 曹德华看得一愣 眼睛一瞪 拍了桌子就要站起来骂人 许阳赶紧劝他 算了 算了 曹德华这才又气呼呼地坐下 还不等他坐稳 一个烟头又飞到他们桌子上来了 我靠 曹德华再度拍桌 许阳摆了摆手 去吧 曹德华站起来去骂街了 许阳摇头叹了一声 人间烟火气啊 一顿好吵 最后还是老板过来调解 才稀释宁人 曹德华回来的时候 是提着两瓶啤酒过来的 他问 许医生喝酒吗 许阳摇头 不喝 曹德华自己打开一瓶 仰头干下去半瓶 不知道是不是吵架吵累了 灌下去之后 他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 呼 说服 隔 曹德华又打了个隔上来 曹德华一屁股坐下来 自顾自说道 我大学毕业之后就分配到县中医院了 明年就满二十年了 这里 二十年前就是这样 现在还是这样 这家店的老板叫张维明 二十年前他刚结婚 那时候很穷 借了点钱就在这路边上摆了个摊子 卖吃的 我们这些年轻医生下班了 总喜欢来他这里吃点夜宵 因为他手艺不错 快二十年了 老张的手艺没变过 但我却是很久没来了 许阳没说话 只是听曹德华说 曹德华坐着喘了好几口大气 皱着眉头 绷着脸 然后肚子里面又翻上来一个阁 打出来才舒服许多 曹德华又是吐出来一口气 满是感慨地说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自己就开始注重健康饮食了 这种路边的重油重盐的店铺 已经很久不来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路过这里的时候 也没想着再跟老张打个招呼 明明很熟悉 却变得很生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把名利看得越来越重 苦心钻研的不是医术 而是人际关系 总想着跟院领导打好关系 下次平直撑的时候 风便一些 总想着跟上面的领导攀攀关系 以后有事拖得上人家 也总想着跟那些老板们和外面的同行卖卖人情 总想着多认识有门面的人 爱 刚毕业进医院的时候 那时候的我胸怀大志 立志即是救命 挽救患者生命于请客 解患者疾病之痛苦 可惜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治病也多是糊弄 我也早就没了当年那份雄心壮志 医者情怀了 现在考虑的都是工资 职称 人脉 关系 金钱 所以 我真的很佩服你 许医生 曹德华认真的看着许阳 许阳却缓缓摇头 也许我还年轻吧 可能还是愁愁满志的时候 还没有被现实打击过吧 曹德华却道 你被现实打击的还不够惨吗 许阳扭头看曹德华 有些神色正正 曹德华叹一声 他道 你同学杨诚把你的事跟我说了 许阳把眉头皱起来 曹德华真诚地说 所以我很佩服你 发自内心地敬佩你 那样的情况 我相信没有几个中医赶上 许医生 你是一个真正的医生 许阳深深地吐出一口气 眉头皱得很紧 他伸手拿了另外一瓶啤酒 打开来 也灌了自己一口 许阳看着街角来往的行人 目光有些惆怅 曹德华则是举起了酒瓶子 对许阳道 许医生 之前多有得罪 别怪罪 许阳摇摇头 没事 曹德华端起酒瓶子 咕咚咕咚又喝了好几大口 他常常吐出来一口气 粗声粗气道 管他娘的健康不健康 痛快就行 老张 我的烧烤好了没 快点的 喊完之后 曹德华畅快地笑了起来 他对许阳道 很高兴认识你 许医生 以后咱俩以兄弟相称 许阳瞥了他一眼 道 别占我便宜 啊 曹德华顿时一正 许阳自己却笑了 曹德华也看得有些莫名其妙 然后他问了许阳几个医学上的问题 许阳也都耐心地跟他解释 曹德华听完之后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他佩服地说道 许医生 你真厉害比市里的专家还厉害 许阳微微一笑 他现在对妇人病的诊治可是省级专家的水平 曹德华想了一想 道 许医生 我们这边有个病人 病情挺复杂的 我们也觉得挺棘手 你明天有空吗 能跟我们一起会诊一下吗 可以啊 许阳答应得很痛快 曹德华也笑得很开心 来老弟干一杯 许阳却道 叫大爷 曹德华 张可回家服侍他老爸吃晚饭 他说 爸 现在诊所慢慢上正规了 一切都好了 你放心吧 我能保住妈最后的心血 张三千眼歪嘴斜地靠在轮椅上 依旧是那副死气沉沉的模样 只是在听了张可这话之后 他那暗淡无华的眼眸多了几分惊盈 试完饭 张可收拾好东西 来到了阳台之上 拿出了手机 说实话 他的这波操作 他是有点心虚的 但是他没法不这么做 他不能实话实说 这事要是传出去 那明星堂的声誉不就毁了吗 他现在只希望小张瑜能痛快地放弃吧 他看着手机 想到了许阳说的话 他也搞不清楚许阳为什么要去对中医黑 而且还这么郑重其事的样子 想不明白 他也就不想了 既然许阳交代下来了 他就要好好完成 反正马杰他从来没输过 中医黑 中医黑 张可私存几下 然后去下载了B湖APP 注册了账号 名字叫 取中医 跟帖 卸腰 人在飞机 刚下美国 我送了账号 来吧 他送了账号 账号 还有账号